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都不知道懂不懂 更是被不少网友认为是一针见血 前段时间发生的赵雷事件就是对张学友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成都走红之后 赵雷在歌手的舞台上唱着自己的民谣原创理想 又一次的赶天动地 却没有感动到五百位大众评委 结果虽然仅以第六名的成绩未被淘汰 但是赵雷死后却退出了比赛 不少网友就认为 评委的水平太低 以及有黑幕是根本原因 其实这种类似淘汰的比赛方式真的有不少的弊病 来参赛的歌手要么是现如今的当后偶像 要么就是曾经的实力上将 这样一闹下去 搞得有些选手就很没面子了 只不过张学友在继续访问的时候曾表示 参加歌唱比赛最忌讳的就是算计 但是有时候却不能不落俗套 因为这种淘汰性质比赛 最重要的不是观众认可 而是评委的认可 可能其中某一个亮点 或者某些语中不同的方式 就能让他成功晋级 只不过为了能让自己的好朋友李克勤在节目中 本身给他出了主意 而且这个招还挺损的 就是一定要让他唱粤语歌 因为就算唱错了 评委也听不懂 看来张学友看不起这些评委不仅是在口中上的 还用实际行动给证明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不专业 只是许有的这个观念 大家真的认同吗